正经关不了 关不了正经 各位同学经过一天晚上的充足的睡眠 不知道昨天因为看了本节目而导致头晕呕吐 这样的晕眩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好一点呢 不过我相信各位只要持续收看正经关不了 一定可以要到病厨 那么今天我们还要持续 昨天大家很感兴趣这个话题 就是国际间对于这些造假的论文学历 开始越来越是零容忍 不是只有德国如此 大家其实知道德国人的个性方方正正 一丝不苟 所以才能够创造出百年公益 德国这样子的一个响亮的名号 德国人从小做这个尺做圆规的时候 老师就规定尺一定要画得非常的直 刻度呢一定要对得刚刚好 不能有一点点的马虎 圆规也是一样 从头到尾不能够有任何的脱轨的情况 一定要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圆 这是他们从小训练孩子们 在精准度上面的一个教育的哲学 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容忍 他们的部长连续有三位部长 涉及学历方面的问题 而这三位部长其实坦白讲起来 他们抄袭的程度 大概不过就是一篇论文或者博士论文 里面有大概超过一半以上地方的 没有详细引注 这比起蔡同学 无中生有 隔空抓药 不知道呢 蔡同学的情节要比他们严重上百万倍 而且蔡同学这个行径 不是学术的行径 这个行径是诈欺诈骗的行径 还有包括了独职贪污伪造文书 而且是运用权势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 这个讲起来真的是庆竹难书 那么德国怎么解决的 德国当然也有德国的政治 德国的政治呢在总理也是一样 包庇了他的大臣 但是最后六万人 他们联署上街头 用这样的方式让德国总理就范 一定最后挥泪斩马素 不是只有德国工业国家 或者是一方一流的大国是如此 曾经是共产国家的匈牙利 在大概八年前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情形 那个时候匈牙利的总统 匈牙利的总统施密特 他呢在2012年4月份 愚人节后的第二天4月2号 他宣布辞职 辞职原因是因为他个人的学历丑闻的事情 造成了国家的分裂 那个时候也跟台湾现在一样 有一批1450促勇着他 有一批像是李中志 谢志伟 肖美琴 这些人 包括管碧琳 促勇着他 但是也有一批正直的人 希望他要为他自己的言论行为负责 于是施密特就下台了 他的状况呢是经过表决 33票比4票 压倒性的认定他的论文涉及票窃 所以他为了这件事情不造成国家的分裂 他下台了 这个动作呢 要给蔡同学想想看 蔡同学的严重性 比起施密特也好 比起德国的几位部长来讲 是严重多啦 人家是一篇论文 或者是一篇学术的文章涉及抄袭 而蔡同学你通篇是无中生有 这是问题呀 另外呢我们昨天讲到的德国的部分 德国有三个部长 因为这样子连续下台 一个是2012年 举报当时的教育跟科研部长 他的地位就相当于蒋伟宁 叫做安妮特 经过比对之后呢 发现他有一篇论文当中 有很多地方是 照别人的地方搬过来的 没有著名出处 这跟蔡同学的 这是一篇论文章 里面大篇的引用 他我讲的大段喔 是一两页 他就只写了一个 Lowenfield Proposition 就是说 这是学者Lowenfield的观点提议 然后就开始抄 写了大概四五页 然后这个不是 不是学术规范喔 学术规范我们节目讲过 如果你要引用是别人的大意 通常呢 我们引用别人的大意的时候 我们就会提出来说明说 这是出自哪个期刊 是谁在什么地方 然后综合他的意思 但是不能够抄 只能够把他的想法精简 或者浓缩 或者变成一个结论 如果你要一字不漏地抄 某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的看法 比方说你要抄 先总统讲公遗嘱 自于述法以来 及追随总理革命 无日不 无时 我已经忘了 无日不会 无时不宜 总理信徒自居 无日不会扫除三民主义 之障碍 艰苦奋斗 背着干嘛 我真是有病 小时候被逼着背 可是没有办法 那小时候脑袋比较新 所以小时候背的东西 长大就忘不掉 想要把它清一清 想把它倒掉 倒不掉 好 如果你要引用的是 别人的话一字不漏 那对不起 基本上 学术界没有一定的规范 但基本上呢 以不超过五十个字为原则 你抄多了你就很奇怪 对不对 你干嘛把人家的文章 一字不漏的抄 你的臭字数啊 这样子的情况 一字不漏的抄呢 你必须要援引 援引出它是出自 什么地方的 第几页的第几行 这么严谨 要说明 第几页 第几行 抄字 什么地方 没有人说 这是孙中山的话 然后就抄个两页 这是蒋介石的话 抄个三页 所以 蔡同学 你的 this is a book 不管是论文 或this is a book 不管this is a book 是不是一个book 因为有的网友告诉我说 这连个book都不是 因为他根本没有这个book的身份证 就他没有isbn身份 当然 我讲他是this is a book 除了就是消遣他 其实我说过他 我们只能认定这是他的日记 他的读书笔记手札 所以才会出现那个一会儿格式不对 一会儿不连贯 一会儿东超超 一会儿西超超 大段地把人家的文章搬过来 一般搬了四五页 然后就写了一个 Barcelo's Proposition Hindley Proposal 没有人这样写的 也没有注明他什么地方 所以 蔡同学明白的 不管你这个论文 是论文不是论文 你都涉及抄袭 你就这个部分 你就应该下台了 就比照德国跟匈牙利 你光是这个大段用人家的文章 你就应该下台了 结果呢 不只如此 最重要的是你没有学位 你硬要说你有学位 还用尽各种台湾的外交资源 去做各种各样的 贿赂 然后回头你还要告人 所以你的行径是百般恶劣于此 好那我们来看看德国的部分 德国呢 他的明日之星冯德莱恩 他的医学博士论文没有引注 所以后来德国人在这个反省之后 他们设立了一个叫做 Veroni Plagg Wiki 用这个网站 大量的提供大家去检举 然后把这个相关的 政要 他们的论文去做比对 然后把比对出来的结果公布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学界有人勇敢的来做台湾的 好我们来做一个 蔡 Plagg Wiki 好不好 tsai 然后plagg 就是plaggism 就是设习抄袭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蔡的Plagg Wiki 看怎么样 大家如果觉得好的话 往下加一 然后我们就有很多人呢 我看到这么多的加一 就会有这个感动 会来做一个蔡的抄袭的维基百科 什么地方抄袭 我们来做一个总和 我们来发几个运动 好 政经关不了 海外的朋友们 海外的同学们 海外分部的教务长们 我们可以共同来发起 因为在中华台北的范畴 蔡同学可以去左右维基百科 甚至他可以去下架 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可以在背后用这个骇客 可以去请教唐凤 把很多东西都改掉 所以呢 海外我们来做 大家加一 写个一 如果够多的话 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来呼吁海外的这些教务长们 来做这件事情 讲到海外的联署 这件事情 芳心慰爱 最近的联署到4月底 都还可以再继续联署 这边的联署很多个 每一个案子都希望大家 来白宫联署网站 大家只要介入 最新的几个案子 包括了这个Jason Lee 这个从洛杉矶回来的Diamina 他因为 只不过就是转贴了一个 有人质疑817万票 有很可能是做票的种种迹象 而这种种迹象 确实有很多东西 是没有办法用这个科学去解释的 这个时候中选会 其实有义务站起来 要来解惑才对 结果中选会一句话都没有说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出手 把这些在脸属上的人 当成是假新闻 然后另外一个警总 就是我们的社会秩序维护法 就派警察出动 到家里面连一个船票都没有 连个白头盔都不带 套句徐国勇说的话 在晚上8点钟 就把Jason Lee从家里面给带走到警察局 前后两个小时做笔录 最后说要用社会秩序维护法裁罚他 而且这中间还可能会有拘役 就是把你关起来 这就是现在台湾的民主啊 这么严重的事情 一个美国公民前面有林环强教授 他的言论自由被剥夺 被现任总统掩盖了证据 没收了证据 隐藏到2049年12月31号 同时告了美国公民林环强 告他妨害谜语的刑事告诉 现在又发生了Jason Lee的事情 台湾的人权不值得 美国在这个时候重视吗 两个美国公民啊 所以呢这些案子希望大家持续的联署 我相信发挥催俱市区基金的精神 我们前铺后继的联署 一定会有一个案子达标10万 纵使过程中没有达标 各位同学不要气馁 因为这个接力的动作 就会引起美国的舆论来关注 台湾或者是美国公民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在台湾这个曾经号称是民主国家的地方 竟然会遭到这样的待遇 好那么讲到这个德国 德国的科研部长安妮特 她的地位就是蒋伟宁 那么后来发现呢 她有很多地方呢隐瞒文章的出处 最后取消了1980年这个安妮特沙万就是这个国防科技部长 她从德国获得的博士学位 所以33年呢33年1980跟蔡同学是一模一样 这个时候沙万也没有讲说 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规定 那用现在来看呢可能有一些地方不是很合理 来我这段话要让我想起来 我们要来看看蔡同学当时怎么解释 时空环境不同 所以呢现在来看呢 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做法 她连一句道歉都不愿意讲 她把她怪给那个时候 她连嘴巴承认自己不严谨 她都不愿意承认 这就是蔡同学 以下片段也是危险动作 请勿模仿 模仿之后很可能导致你身败名裂 来看这一段很经典的狡辩之词 这个论文当年是35年前的论文 所以当时的做法有它的做法 那如果你以现在的眼光去看过去的 那当然就说 你或许有一些要问的问题 但是基本上我们都处理论文 都按照当时的规定在处理的了 那我们 我想现在有很多人 都没有否认有论文这件事情 不是吗 我还是要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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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研究室如此兢兢业业 一個字一個字打字 一個字一個字對文獻 那是在幹嘛呢 來 國際的聲浪不夠大嗎 蔡同學曾經說過一個很經典的話 他說 這次論文造假世界引起國際間廣泛討論 蔡同學 你是嫌國際間廣泛討論的聲量不夠大嗎 海外的倫敦政經學院 全球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他們正在努力 他們會讓聲浪更大 海外的論文們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一 十二集 會一直往下做 做到什麼時候呢 做到你認罪 俯首稱臣為止 好 蔡同學說的這段經典的話 昨天引起大家的不適 那不適的原因很多了 一個是這段話的內容 另外一個是看到他 很多同學叫我打馬賽克 那 好啦 我們試著打一下馬賽克 我們把這個 一個國家的總統出現在 螢幕上 會被很多的觀眾要求打馬賽克 這恐怕是史上沒有的吧 以前李登輝 陳水扁馬英九出現的時候 我從來沒聽說過有人打電話去 叫他們打馬賽克 真的沒有 因為你頂多是喜歡他討厭他 這沒有什麼 政治人物被人喜歡被人討厭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有人看到他會想 這很受不了 想要把打馬賽克把它給馬掉的 我倒是第一次碰到 來 我們來打個馬賽克 我們打個馬賽克 來聽一下看看 蔡同學昨天說 蔣偉尼應該怎麼樣 在國際間已經被廣泛的來討論 這是一個國家很嚴重的問題 這個問題 蔣部長必須要面對外對的質疑 他應該也有更強的自我檢討的能力 也應該要之所進退 好 我們來逐字念一下 引起國際間廣泛討論 所以蔡同學你是嫌國際間的討論不夠嗎 海外的同學們 大家加油 更廣泛的來討論 事態嚴重 當然事態嚴重 你如果知道你的事態更嚴重 因為蔣偉寧只是個部長 蔣偉寧出了台灣 那是Nobody 坦白講了 除了學術界 土木工程界可能認識他 在其他地方他更是Nobody 好吧 現在有誰知道蔣偉寧是誰 我們去路上隨便問蔣偉寧是誰 十個人恐怕只有 會不會超過一個知道 我都懷疑那個可能是政經關不了的鐵粉 連這樣的情況 蔡同學你都說 國際間廣泛討論事態嚴重 那麼你的情況呢 那你應該知道了吧 再來 面對外界的諸多質疑 蔣偉寧身為教育部長 更要深切的自我檢討 請問蔡同學 你有一句話自我檢討嗎 我從案發到現在一年的時間 我沒有聽到你反省過任何一個字 你最多就是把它推給那個年代 有那個年代的做法 你從頭到尾沒有說一句抱歉 我的智學不嚴謹 或者是說 對不起 這中間有很多地方讓大家給誤會了 你一句都沒有 你全部推給別人 還告人 當年阿扁的海角七億 這件事我還要再講一遍 就是海角七億這件事情 在那個時候並沒有洗錢的相關規定 只能說阿扁辜負了大家的期望 他把錢放到了海外 好這件事情 當時陳蕊扁開記者會 會向大家道歉 他說什麼 他說 我做了這個 法律不允許的事吧 好像是類似這樣子 基本上 這件事情我們如果持平的講 他這個道歉 是 發自內心的道歉了 我認為 他願意出來面對 承認自己有做這件事 不像蔡同學 蔡同學你也是被抓包 攤在陽光下 台灣國際都這麼清楚的把你的事情攤在陽光下 你看 當你的母校倫敦大學的 the former LSE Law PhD student 說什麼都不肯承認你的Degree的時候 你就知道 倫敦大學的態度是什麼 當英國資訊委員會 認為公布你的口試委員的名單 會造成對你的Damage 痛苦 以及Distress 傷害的時候 你就知道國際間已經拍板定案 你的論文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麼清楚了 國際間的臉丟得這麼大了 你還要硬凹 我只能說 你有被迫害的這個症狀 就是說 你會從被別人迫害呢 被別人揭穿你 獲得某種程度的快樂 我不知道精神科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症狀 就是說別人呢 虐待他 我們這樣也稱不上虐待嘛 也稱不上凌遲嘛 我們只是 把事實闡述出來 越多人批評他 他就越有快感 有沒有這樣的症狀 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同學們 不乏很多醫學博士 很有精神科醫師 如果有 你請留言 有沒有這種病 就是他喜歡被虐待 每天聽人家罵他的論文 他就覺得很開心 如果有的話 大家請留言 我覺得蔡同學 你現在面臨的情況是這樣耶 你多麼不堪 你看看海內外有多少人 在為你的論文們 持續的用盡各種方法 在找到你不堪的過去 你該止血了 這個時候 我覺得 你的命內正逢羅伯官 跑不掉 這個時候 你怎麼樣做都不對 總會安 然後 你就會 恰似行周障 高攤 這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是吧 所以蔡同學不會是吧 好 那麼這件事情 剛才說了 蔡偉寧 身為教育部長 更要深切的自我檢討 蔡同學 你的案子到現在 我沒有聽過你有一個字 檢討過自己 只有檢討別人 告別人 派旁邊的這些猴啊去對付別人 最後你給蔡偉寧的一句話 馬上還給你 你要蔡偉寧 知所進退 所以蔡同學 你要蔡偉寧 知所進退 只不過是因為蔡偉寧 有五篇期刊跟陳振遠掛名 而陳振遠用了不當的方式 自我審查自己的論文 讓自己的論文 能夠登在 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Control上面 這樣的情況 都要知所進退 那麼同樣的話 還給你 蔡同學 原原本本的還給你 好 在海外呢 林環牆教授 他仍然是 完全不低頭 素葉匪泄的繼續在努力查 論文門的案子 他現在陸陸續續查到非常多的新證據 但是海外呢 有一個海外的國外部的總校長 大家已經互相通聯 大家已經講好了 海外的證據呢 不對外在發布了 新證據不對外在發布 因為蔡同學已經用盡各種方法 在收買 在塗抹各種證人跟證物 好 現在海外呢 還有很多東西等到在最後 在英國的法庭 跟在台灣的法庭 會short hand 會全部拿出來 很多同學很急說 英國為什麼不開庭 為什麼不開庭 有些事情要先做秘密偵查 所以沒有開庭 並不代表沒有提告 沒有提告的這件事情呢 我們也只能講到這裡為止 好 接下來 蔡同學 要提的是 蔡同學 2014年7月13號 在媒體當中 叫蔣偉寧之所進退 那個時候 她不過就是個反對黨的主席 第二天 蔣偉寧就辭職下台 如果就國民黨跟民進黨這兩個黨 在處理這個學術醜聞的事件的態度上來看 國民黨完勝民進黨 一個部長 因為有五篇不知情的掛名 她是這麼說了 至少她不知情陳振遠 是這樣子在自己 來審查自己的論文 我想這個部分她不會知道 任何人知道我想不能容忍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國民黨一樣揮淚斬馬素 把一個明日之心 平日形象不錯 學養俱佳的蔣偉寧部長 就這樣批准了她的辭職 而整個民進黨 不管是民主先進 或者是年輕人 有哪一個人 在黨內要蔡同學之所進退 要她能夠誠懇的深切自我檢討 一個人都沒有 現在檢討她的人 全部是我們這些非民進黨的外圍的人士 包括了賀德芬老師 包括了我 包括曾淼洪博士 歐崇進博士 包括了林環牆博士 就是這些外圍的人 那民進黨 我們要問 你們在哪裡呢 說到了林環牆教授 他在臉書上面 大力的聲援 Jason Lee 這件事情非常嚴重 Jason Lee 談的不過就是一個小市民的好奇 817萬票裡面講到的很多東西 包括統計上面來看 包括了投票率的莫名其妙的增加 很多東西本來就應該適宜的 更何況呢 在選舉之前有很多小動作 讓大家看不過去 比方說不公布領票人數 廢票的人數 包括了投票箱 怎麼會是紙箱 為什麼有假層 這個東西都是事實啊 這個沒有假新聞沒有捏造啊 只是說中選會要解釋 這個事情第一個不是故意的 第二個沒有影響選票 第三個呢 整個選票的結果是公開透明的 歡迎做某種程度的查詢 結果沒有啊 他雖然沒有把這個選票封到2049年12月31號 但是 因為 大幅領先了他的對手 所以 對手呢也沒有辦法查 可是我要講 不管是論文門也好 817萬票也好 整個國民黨為什麼如此靜悄悄呢 這個第一大反對黨 我看應該要永遠在野吧 而且我覺得他不配當第一大在野黨 因為他連一點監督執政黨的勇氣都沒有 你說論文門掀出來會掀出很多其他類似的人的行為 那就掀吧 當時的國民黨做了什麼事情 不需要這一代的國民黨黨員來揹吧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 種種譬如今日生 可以浴火重生吧 817萬票討論這件事情 會造成韓國瑜的罷免更雪上加霜 那不會吧 今天來討論一下蔡同學有沒有做票 這件事情 對整個台灣的民主政治 應該是一個根本的事情吧 應該是一個根本的診斷吧 如果還這麼算計遠前的利益 那你怪不得人 對這個黨沒有辦法尊敬吧 所以 現在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台灣稍稍有權力的人 在這件事情上面都採取了噤聲 在野黨當中我只看到親民黨黨主席宋楚瑜 在選舉的時候 還穿上博士袍 明朝暗諷了蔡同學 結果明朝暗諷的結果呢 好像也沒什麼用 被蔡同學那個很經典的我的論文 在圖書館的那個 各大圖書館的 電子書目的那個很經典的那段話 好啦 我們不是意圖造成大家的不快了 而是說我們要常常溫故知心了 為什麼我這麼做了 是開開玩笑 其實很多證據喔 第一次沒有看到結果 第二第三第四次會看到違證物 就像 蔡同學2011年到英國倫敦去見了Giddens 去看了David Hale 然後有張曉月陪同 有謝志偉 有陳其邁有蕭美琴 我們播出大概一個月之後 就有網友開始 我們不斷的播 大概播了五六次之後 就有網友開始意識到 去鼠桌上的茶杯 發現說 當時照相的時候有兩個人不見了 意思就是有一個人始終沒有進鏡頭 我們說嘛 照片啦 通常大家都會take turns 就是輪流來照相 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進入鏡頭 對吧 這個餐廳的小妹照相的 最多應該很多經驗嘛 是吧 結果你看看 尤其是當時是跟一些名人照相 如果今天是跟名人照相的話 有時候連餐廳小妹都會說 來來來小妹來 不是小妹不好意思 這位小姐來沒關係 你來跟我們一起照 那小姐就會很開心 拍誰拍誰也會過來 連這樣的禮貌都有 那個永遠躲在鏡頭後面的人 是哪裡見不得人 這都是違證物喔 所以我說我們一次 兩次三次的 去回到犯罪現場 是會有不同的收穫的 我們先來看一段 宋楚瑜 在今年選前的辯論 她是怎麼消遣蔡同學的論文 我今天穿這身服裝 請蔡總統不要緊張 我不是要質疑您的博士學位 而是一般我們國人 要曉得得博士 要有幾個很重要的這些證明 第一她要完成所有的這些課程 第二她要通過博士的 這些四項最重要的考試 不管是語文也好 或者是她的專業科目 我是政治學博士 我要通過政治理論 美國政府各國政府 以及美國政府的 這些許許多多的課程 我有證明 第二我必須要寫我的博士論文 而這個博士論文 必須要經過老師的口試 我不但有這些證明 而且還得到優異的評比 也有證明 第三我的博士論文 不僅在喬治成大學 你可以找得到 而且這個論文 可以在美國的這些機關裡面 我們也有證明 我還取得它的所謂版權 不能任何人可以隨便的剽竊 我的這些學術著作 我之所以說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所有的相親都很清楚 那就是學樣學科 你基本上就了解做學問的道理 這個學問道理就是必須要有證據 來證明所有的事情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蔡同學 面對這樣的質疑 說了一個我全世界 我最到目前為止聽過最心虛的答辯 她是怎麼解釋她的論文 在哪裡找得到的 大家聽這一段 我們證明學位的方法 或許有不一樣 但是學位都是真的 我的論文在全世界的主要的圖書館裡面 所藏的英國的法律論文的索引裡面 都有提到 好如果有身體不適 請去洗把臉深呼吸 馬上回來 對方給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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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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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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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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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